先錄一下好了 OK 這邊有兩份文件 這份文件是指說你的Pi連到WiFi的內容 所以代表說 事實上就是你的Pi連你家的Gateway 就是連你家的網路GDT 然後下面這個文件 Wireless Access Point 也是指說你的RisburyPi它扮演Wireless AP的角色 就是它扮演你家那一台讓人家連的那個角色 對它可以做AP的夢 對就是意思是說你可以把你的RisburyPi 變成一台Wireless的AP 然後讓你家你的手機透過連到它 然後出Internet 對是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設定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使用這個 Connection to wireless內容 我們看一下它的設定其實 嗯 它這邊是講說如果你用Desktop的話 你就要點 你就要點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沒有什麼難度我就不想講 對 然後就是通常比較值得看的是這個啦 是Headless Setout這樣子 對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設定檔 在這裡 就是 你裝完之後啊 嗯 嗯 我想要怎麼先講 好 我這樣講就是 你在裝那個RisburyPi的時候啊 你可以在安裝完之後 你就馬上做這個設定 那怎麼做呢 就是 嗯 它的文件裡面有提到 其實這邊就有提到 看一下喔 這裡 就是它的意思是說你的SD卡建立完之後 就是SD卡建立完的意思就是 你把SD卡 弄一個轉接卡 接到你的筆電 然後呢 你用那個剛剛的那個什麼 嗯 你用剛剛的這個Tool 你用剛剛這個Tool把它寫進去 寫進去之後呢 它是不是還插在你的筆電上面 所以你還可以打開那個資料槳 就是那個打開那個SD卡 然後你只要在SD卡上面的這個 這個最上面一層 然後寫一份這個文件 然後它的內容呢 就長這樣子 就長這樣子 對 就是它的內容就長這樣子 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這邊是講說你的country要等於 是什麼ISO3661 country code 對 那你就去網路上面搜尋這個 而且它是指兩碼的喔 所以你就去網路上面搜尋這個 就找到這份文件 然後這份文件你就直接去找台灣 然後它這邊說要兩碼對不對 所以就是兩碼就是TW 所以你就把這個整個把它取代成這個 對 然後這邊呢就是寫你家的AP 例如說 好 這是例如說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也可以分享嗎 例如說你的手機是這樣分享 然後密碼是1234567890這樣 就咖啡廳用這個 然後你就把這個整個檔案把它存檔 然後存檔成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wpsapplicat.com 然後把它放在SD卡的最上一層 然後之後呢 你就把那個SD卡把它插到你的Pi 然後開機 一開機之後呢 他就會找到這個檔案 他就知道說 哦你想要連Wireless 他就會幫你去連這一台 然後用這個密碼 對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的Pi就可以在你家 透過無線網路出Internet ok 好 然後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其他的這些我就不講 因為他比較特殊的 就是你需要才去看這樣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 他他是 如果我有多重Wi-Fi 也可以這麼做嗎 都可以 如果你有多重Wi-Fi 你就這樣做 這樣子 對 他會照順序對不對 我記得他會照訊號的 訊號強度的順序 所以他的那個隨身碟的模式 也是跟我們之前 那個也是用成FAT的 然後又改成config的檔就可以了 其實你不用特別改他來 因為通常你用那個Tour 如果我在Format的時候他就幫你Format好了 對 對 OK 感謝 OK 然後 看一下 我有看到兩個比較特別的是 但是我從來沒看過 這邊有個叫做 分為Warning icon 然後這裡有提到說 如果你的那個電壓太低的話 他會出現這個圖示 我猜是桌面圖示 然後你的溫度太高 他會出現這個圖示 對 其實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拍他認定為高溫度 大概是80度以上 他就認為有問題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些散熱片 盡量讓他可以維持在80度以下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這裡有提到LEDWarning Flash 他這個意思好像是說 那個拍上面會有LED嗎 他這個是長閃跟短閃 應該是閃很慢跟閃很快的意思吧 我猜 對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從這等號來看出 他正在幹嘛這樣子 對 但通常我不會理他 好 然後 OK 就是講到這邊 這個沒有 config比較重要的應該是 常用的是這個 然後如果你在 常用的應該是這個 然後還有網路的部分 然後還有 connection Wi-Fi 這樣子 這三個是最常用 然後其他的就是你用到再去看這樣子 例如說如果你是一個開發者的話 這個device tree好像是比較新的linux kernel 在管理驅動程式的東西 對 這就比較複雜了 對 然後還有 kernel command line 這個東西 對 這你可以看一下 這通常是開發者會看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好 remote access 這邊是講說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去遠端連到他 對 其實這個好像 來 勾書一下 這樣子 就是 好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 我找我覺得是重點的給你看 就例如說 VNC 我其實不太愛用VNC 因為我沒有用桌面習慣了 我沒有用桌面的習慣了 對 但是其實他蠻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照他的步驟 然後把這個裝一裝 對 然後之後你就去下載那個VNC的tool 然後指定IP他就連進來 然後連進來就可以看到桌面這樣 這個 這個tool 對 他推薦這個tool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桌面這樣子 是我不想講 好 我想要講的是 又不夠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換另外一個 對 好 非常抱歉 我覺得這真的很煩 我下次要可能要換另外一個 對 然後我一樣會 會重新公布在那個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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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這樣子 對 對 對 好 我先把這個結束 交換 一定會發現 可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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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